所以這樣聽下來 其實現在就是 你要說他是魔人嗎 或者他是達人 而且他也許真的是看到 一些比較悲慘的故事 他就會說 我們應該要來維護 我們的社會秩序 可是他的標準 到底這個正義的標準 是誰的標準去定義呢 是檢舉的人自己去定義的嗎 對不對 就是這些事情 會有一些正義 因為這種都是魔人他自己 他們比較豐沛的情感 敏感的心思 你知道 他們很容易就觸動 他們的小神經 像我曾經就遇過 就是有那種媽媽帶小孩在餐廳 小孩子難免 一定會發出一點聲音 當然 不管再怎麼樣 他一定會不小心 把湯匙丟出去 不小心打翻什麼東西 不小心尖叫個兩聲 可是媽媽都算還是 極力的安撫 而且其實餐廳也滿吵雜 大家都會講話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小孩子的聲音 只要你不要特別的去聽 也不會說真的打擾到 然後就有一個正義魔人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起身 然後去跟那媽媽說 管管你的小孩 你小孩如果沒有辦法教好 就不要帶出來了 他這已經有一點攻擊 就感覺要在教會走走 太緊張了 可是他就會覺得 他被吵到了 然後他還叫服務生出來 評評力 然後服務生就很尷尬 因為兩邊都是客人 然後因為那小孩 就被他這樣一下 小孩就開始哭 小孩被嚇到了 對 然後那正義魔人就說 你看 他有多吵 我這樣怎麼吃啊這樣 然後你剛好就會覺得 他們的標準真的太不一般了 因為其實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飛機上那才是可怕吧 對啊 我遇過三重奏的 OK 三重奏 前面一個人咿咿咿咬 後面一個娃娃醬 而且最厲害的是 媽媽自己戴耳栓 他睡著了 對 所以我真的遇過一件事情 在飛機上 然後我火冒三丈 然後當我老公叫我忍住 可是你們拼拼力 就是我就是這樣子坐嘛 然後我就是飛機起飛 你現在撿幾次算起來 算起來 撿起來 我太氣了 我太氣了 然後不是你的椅子 可以往後倒嘛 對不對 然後就在我要往後倒的時候 後面的媽媽就狂拍我的椅背說 你不准倒下來 為什麼 那我就說為什麼 因為她 因為她的小孩 站在那個走道 就是站在我椅子的正後方 可是小孩不是應該要坐著嗎 對 然後那我就說 不好意思這位媽媽 你的小孩不應該坐在座位上嗎 她說我小孩現在站在這兒 所以你的椅子不能往後倒嗎 我說好喔 我把這個位置 我還不能往後倒 對啊 倒到最平 最平耶 看牙醫的那種倒住 對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對外看一眼 然後就尋求幫助嘛 結果我老公就這樣 算了 她是個孩子 我說我叫你 說你他媽 不是 不是 我說你叫你媽媽 你站起來跟他講兩句 不要再我想問一下 是你是正義的達人 還是你是被正義的人 是被正義的人 因為我們像在網路上 因為現在網紅這個職業 其實是也是很容易被攻擊的 然後像有一次 我就過年的時候 因為回南部家 然後因為阿公阿嬤家 阿公阿嬤老人 他們都特愛睡 特硬的床或者是沙發 所以我一回事就覺得 天啊 我怎麼真的是 這幾天腰痠背痛 然後那個沙發也好硬 我就說 我覺得我好像 就是回阿嬤家 都睡在棺材上面 然後很多人也會回說 對 他們回南部 阿嬤家是自己 阿嬤家是棺材上面 很好笑啊 真的真的很硬 就是有一批人出來 大罵我說怎樣 你是看不起南部人嗎 怎麼樣 怎樣 我們南部人最硬的是怎樣 你是看不起 然後還有人說 你大過年的講棺材兩隻 你觸我眉頭 你該跟我道歉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去 先去罵那個賣棺材版的人 他一年365天都賣棺材版 是食物 那個食物 那個美食的人 那個美食 對 那個食物 他也觸你眉頭啊 對啊 我只是在說我阿嬤 就我愛我阿嬤阿嬤好嗎 對 那就被 就是被有一小批人 就罵了一輪 對 因為我推到棺材兩個 其實你剛剛講的是 網路上的事件對不對 網路上 對 都是遇到網路 其實演藝人員超容易 就是遇到網路上的 我超容易遇到網路上 你們應該都會 我那個當時你叫做 是遇到魔人 還是被霸凌 你說 霸凌 對啊 以前我一胖的時候 我真的是好像 你那個被罵是超慘的 我怎麼做都不行 我為什麼胖子 都不然要保護活動 我拿冠軍 他們說那個第二名 一定要就是他的感冒 真的就是你害死的 你長這麼胖 然後我在軍教片裡面 我給有一首軍歌 就是把它改成R&B 那個被罵到上頭條 我也是說什麼老罵的 沒有說你違反軍紀 然後你目無往返 真的 真的 就是軍紀乳三 大家會覺得這個軍歌 是軍紀乳三 會覺得你調侃了這首歌 你調侃了軍歌 不可以 我會拿夜席來開玩笑什麼之類的 但是那就是 因為心病日記它就是一個 就是好玩的 比較輕鬆的 對 那時候胖的時候 真的就像他們說 你一朵一個豬 一隻豬配在一朵鮮花上面 你知道之前談戀愛的時候 之前談戀愛的時候 是之前了嗎 是 其實我好像有講錯了 對 因為他就比較忍不住 對 以前你是動感歌手對不對 最后轉 你有動感過 你會選手 他真的很會跳舞耶 比賽出來 超厲害的 唱的時候我動不起來 我就去唱搖滾 他就說 你這個東西怎麼能唱搖滾呢 這個東西 然後結果我們叫八七樂團嘛 對 我們叫北七樂團 他就說人如其名 叫一個名字就對了 這一種 但是那些攻擊的人 他都不會放名字 不會留名字 當然 而且頭像都沒有 頭空的 所以你遇到這種 這樣一直罵你的 你會去點他的資料 想看他是誰嗎 想盯嘴 會有時候會想看他長什麼樣 罵什麼樣 我也是閒的時候會想看一下 真的閒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是 好像就形象都好好的 平常也沒有在得罪什麼人 但譬如說我就一個胎頭 就得罪了一些人 什麼時候 就是台灣好媳婦這個名字 對 然後就有一個 曾經有一個人 就一天到晚就照我的粉絲專頁 就是說 早茶 對 他說 不要臉 說自己台灣好媳婦 你婆婆有說嗎 類似這樣 每天都出來講 好意思說自己好媳婦 你下次就拿手機 然後說婆婆為了我 你幫我錄什麼 你幫我錄什麼 說我真的是好媳婦 而且是台灣的 對不對 我就覺得它很妙 所以我就真的點進去看 然後我就發現 他應該是滿不開心的人 就是他是一個 他可能有生病 很多東西都比較負面 對 都很負面 對 我就覺得算了 就是他如果來罵罵我 他會覺得很開心 那我也算是做善事 但是我們畢竟就是 雖然我們沒有情緒上的問題 可是我們也是個正常人 就是如果這樣一直被攻擊 像艾成這樣 對 還是會很難過 尤其攻擊到最後 他還要自己打廣告 不是 他 他放一些養生的 或一些減肥的 減肥 你看 每次要放完你之後 對 你是說你應該要來上這個課程 聊好受診 而且他前面在塗層 他的塗層很小這樣 他是在折你 他在折你的瘤 對 折你的瘤 他重點是要他去跟他買 那個減肥課程 你應該跟他好好合作 對不對 之後我是用錢 喂 那刘律師我們問一下 因為講真的 我們當然是公眾人物 一天到晚就被被批評 那都很習慣的 但這一些匿名 沒有名字寫出來的網友 的酸言酸語 甚至惡意攻擊的 有沒有法律途徑 有啊 當然 其實在網路上面罵別人 就已經構成 不會因為他在網路上 你是匿名什麼 就不構成犯罪 對 那下一個問題是 怎麼找到這個人 對啊 大家的問題在這邊 因為我們知道社群軟體 像Facebook 它是不會提供IP 給我們的司法單位 所以變成我們要自己 進去他的網頁裡面 去搜尋他過往留下的足跡 去找到這個人真實的身分 因為大部分都是用匿名嘛 可是我們曾經就遇過 我們就去肉搜這個人 例如說發現他兩三年前 曾經騎著一台摩托車 到山上去玩 被拍了一張照 我看到了車牌 我就找到這個人了 甚至他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 可能他正好要拍這個杯子 旁邊放了一些信件 看到了電話 或是門牌號碼 我們找到了這個人 花力氣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這種 我們就會真的去告他了 是 那也跟各位公眾人物報告 其實呢 你們聽得懂 叫靠這個生活就是 當我們去告一個人的時候 那這些被告的人 他害怕自己有前科 因為多半都是一時情緒 跟著大家亂罵嘛 所以他事後會很後悔 所以他會希望能夠 得到你的原諒 和解 給一筆和解金賠償金嘛 一個人兩萬就好了 那十個人就二十萬了 那我們就有專門的 應該說 讓人家去跟他互罵 所以如果你是公眾人物 你跟他也槓起來 那不得了了 那你可能要賠得更多了 那如果我只有回家說 這是我家的事 該你什麼事 這樣會被告嗎 這樣是還好 對 但是他就會繼續想要 你是講說你最狠的嗎 你那很狠 就不了了 好不良 你好善良喔 對啊 好不良 你真的是太善良 你那個朋友會笑你耶 好笑耶 下一集來教我的媽媽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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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學一點 他會繼續激怒你 你要小心 你跟他有互動 他就會繼續想要 讓你最後受不了去罵他 應該是要人生攻擊才有 對不對 像我一定是可以告 他媽是豬可以了吧 當然 都說我常拍西遊記什麼的這樣 對啊 說滿好笑的 滿好笑的 都可以嗎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告吧 你相信 都告 都告 不是 那個西遊記裡面人物太多了 我幫你殺無盡 但是我自己就會對號入座啊 他就是你的互動 我那麼胖 難道我是孫悟空嗎 可能吧 如果他會故意打 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用血音 他都會說 你太像豬發倦了吧 對 對 因為 告白癖 現在我們達到認識這麼忙 真的 你的身體很好耶 有網路以後真的很忙耶 大賺一筆 太多土味 土味正義魔人 自以為自己的道德感 或自以為自己的觀念正確 然後就到處批評 他只是插一番後看到一下 就寫個兩三句罵人的話 真的 尤其現在那網路新聞 新聞下面誰都可以留言 沒有 沒有流過好話 對